以下是今日焦点 昨天我们和大家介绍了 曼城一位华人 抱着满腔热情 决心要建立起 曼城华人第一个历史档案 而一帮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义工 在短短一年之内 建立了这个华人历史档案 而者获得英国 以及爱尔兰历史档案协会 全国义工大奖 记者郑婉智再在曼城的报道 我来的时候我听我奶奶说 他们的生活都很艰苦 我们叫第二代 有第三代第四代一直落的时候 我们希望下一代的人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上几代的生活是怎样过的 我认为人们在工作与不同的文化上 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喜欢在工作与不同的文化上 聚会不同的人 这真的很有趣 经过这个工作经验 有一个工作经验 可以令自己的艺术技能更加强烈 但是当时我来当时 全国的曼特斯特 1965年8月 只有八十几华人 因为我一来到这里就做警察翻译和移民局翻译了 我研究了中国的历史 在曼特斯特 我学习了如何移民民 在哪里 为何他们到处和警察 或有很多在当时的产党 也学习了很多历史 也学习了很多历史 好像將一條命拼搏 但是一路路我們華人團結 再加上中國功夫李小龍 又加上中國好像現在強大了 對於我們華人的背景很有幫助 再加上現在的知識又多了 下一代又團結了 我們做了很多事給他看 華人不是那麼蠢 還有華人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所有人都很好 所以有些人可以拍照 有些人可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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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帶了一件事 我只是嘗試維持它 嘗試維持它一起 而且它非常好 這個椅子 worked in partnership with archivists and other heritage professionals can achieve for their communities and for the wider heritage sector. It's important to get the details right, but you can't get every single little thing right. We did our best and I think overall, it's a true record of what's happened in Manchest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Most of the comments have been positive, thankfully. We've visited every age of 56, and 56 people are Chinese. 全部要把它翻譯為英文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做